欢迎来到牢过讲故事 有请果德杠 赵克满胡鹰 乌口雙血鸣 阴暗赵白马 撒踏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适了夫一去 深藏 深与名 这个之前咱们讲过一个特殊的职业 刺客 今天咱们温故而知心 刺客这个职业古今中外都有 古代叫刺客 现在叫杀手 中国过去有三大刺客 也有说四大刺客 什么荆轲刺勤王 专注刺王聊 要离刺庆祭等等 主要的工作呢 去暗杀或者谋杀一些个重要的目标人物 这刺客一般是单独行动 或者说少量的有一些人配合 没有说打仗起步 带着几万人刺杀 那不叫刺客 那叫打仗 包括近现代很多国家也有刺客这种职业 并且把它归到国家安全里头进行专门的培训 你看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前苏联的可格勃 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等等 这些个情报组织里的特工 基本都兼有刺客的身份 包括很多恐怖组织也会培养这些个刺客 用来刺杀一些个要员 可以说只要说有战争冲突 就会有刺客 刺客的本质就是用最短的时间 用最少的人给目标的人物或者事物 造成致命打击 可以说是低成本高回报 但是呢也是高风险 毕竟不管你成不成功 刺客本人基本上就回不来了 那咱们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刺客 那都是男的 没听说我有哪个女刺客千古留名 哎 今天咱们就聊聊 中国第一女刺客 聂尹娘 提着名字呢 有人就想起来了 2015年咱们有一个电影 刺客聂尹娘 这个电影就是取材 唐代文学家裴行所著的传奇里边 聂尹娘的故事 其实聂尹娘很早就出现在 许多著名的武侠小说当中 您比如说梁宇生先生写的 龙凤宝柴园女主角之一 还有这个大唐游侠传也有出现 说是韦伯节度史 麾下大将军聂锋的女儿 有人说大将军的女儿 荣华富贵啊 怎么当刺客呢 刺客那不是闹着玩儿吧 脑袋瓜子别哭咬上 刀尖舔血嘛 哎 我给您讲完之后 您咋么咋么 这里边不仅仅是一代女侠的故事 它更反映唐朝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 聂尹娘是聂封的女儿 聂封呢 韦伯节度史的麾下 这个韦伯大概就是现在河北省了 节度史 唐朝的一个制度 它对唐朝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节度史有兵权 可以守护一方的安定 但是后来节度史的军权不断扩张 控制不住 所以自然而然发生叛乱 咱们就说这个聂尹娘吧 作为将军家的孩子还是个独生女 锦衣玉食 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聂尹娘十岁 发生变卦了 怎么呢 家里来尼姑 来化缘 聂封的夫人平日里吃摘念佛 对这个佛门中的人很尊敬 所以主妇下人 有佛门中人前来化缘 请进来 咱们给点摘饭 也是积累功德 尼姑来了 下人也照例啊 请在里边做好了饭吃吧 聂封两口子带着念影娘 见尼姑 尼姑一回头 跟聂封说 你是孩子父亲 嗯 是 这是我闺女 你有什么尖叫 你能不能把这孩子交给我 我不白要 我教他能耐 五年之后 我给你送回来 聂封说 这岂有此理啊 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吧 尼姑乐了 说你啊 不知其中的奥妙 你让我走可以走 不过这孩子呢 我是一定得带走 就算你把他锁在铁柜里 我也能带走 尼姑拴就走了 这个聂封心里就嘀咕了 怎么呢 都说出家人会发术 万一真是世外高人 用什么手段 把我规律夺了怎么办 晚上跟夫人一商量 说咱今天晚上安排一下 家里边家丁啊 下人呢 多安排这院子 你那屋多安排几个老妈子 你搂着孩子睡 万有什么事呢 咱们清醒点 好吧 里里外外 院子就围上 第二天一清早 聂夫人一睁眼 大放悲声 怎么呢 孩子没应 睡觉是睡好好的 一宿没动静 一睁眼就没了 哭吧 两口子闹心呢 主心骨都没了 叫这么一闺女 长上明珠 呦 打这起 两口子总吵架 夫人是以泪洗面 一眨眼 五年到 就这一天 两口子跟不坐着呢 管家进来了 说那小姐跟尼姑回来了 啊 什么 回来了 快看看去 来到前面一瞧啊 还真是那尼姑 哼 你真行啊 你把我闺女拐哪去了 尼姑乐 不良 我怎么说佛 凭你遵守诺言 五年之气也到 你的女儿学成闺来 快过来吧 回来了 闺女走的时候 十岁 现在回来十五六 大姑娘 亭亭欲立 美艳无双 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 哟哟哭吧 哭一半 回来再看尼姑没了 你这事闹的 啊 这这问问吧 问孩子 这些年败不怎么样了 嗯 受什么苦了吗 怎么样啊 我说还好 师父对我不错 没吃什么苦 就是念经念咒 念封信说不对 这尼姑肯定不是烦人 你就把我闺女弄走了 他不可能 念经这么简单 说你跟爸爸说实话 他究竟教你什么了 啊 你说吧 你不说的话 我跟你娘不放心 念尼娘说我要说了 也怕你们不信 那你说说吧 好吧 当初啊 念尼娘被带走的时候 十岁 说晚上跟娘睡一张床 半夜觉得自个儿等云嫁屋 就飞出门了 看见这尼姑 尼姑没说话 带她走 念尼娘这会儿 没睡醒时了吧 就跟着号 一直到天光大亮 发现进山了 兜兜转转 到了一个山洞 尼姑跟这个念尼娘就说 说孩子咱们到家了 紧跟着 出了两个小女孩 说师父您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给你们带了一个小师妹 她叫念尼娘 这俩是你师姐 一看这俩姑娘 差点多少吧 打这儿有限 说小师妹一落温波 渴得饿了 你们拿点吃的吧 啊 这俩姑娘就顺着这洞里 这石壁层层层 就上去 也没抓什么 就这么疼苦而起 哎呦 念尼娘看啥了 这俩女孩打洞顶拿下来 吃的喝的 给念尼娘吃 说这让这俩人吃 这俩不吃 说修行之人不吃东西 吃饱喝足了 师父给了念尼娘一粒丹药 说徒儿你吃的吧 今儿起正是是我徒弟 我呀教你能力 你别哭 五年期满 我把你送回去 又给了她一把短剑 二尺长 锋利至极 吹毛利断 稀有铁如泥 开始练剑 尼娘就发现 自从吃完这个丹药 丹田呢 有一股子气 神清如燕 慢慢的跟她姐姐一样 飞烟走壁 到了饭点又不饿 跟谁练呢 就跟山里的猴练 拿宝剑刺猿猴 猿猴也会拿着棍子什么的 跟聂尹娘 混手 你想的猿猴多灵敏呢 可慢慢的 这个聂尹娘 练成 拿宝剑扎这个猿猴 一剑一个 你看这个金庸先生 写的小说 月女剑 月女阿青 跟白猿练剑 没准就受 聂尹娘的故事影响 总不能老跟猴练呢 还是猴也不够宰的呀 是不是 接下来就跟虎豹练 虎豹是猛兽啊 可每回都能把虎豹脑袋切下来 再后来扎老鹰 瓦兰兰天上飞老鹰 也没有他扎不中 说这个要求你得会飞呀 不能说是你 跟老鹰喊的啊 是不是 就从侧面说明功夫了得 现在呢 他这宝剑给的是二尺 现在圣五寸 变成匕首 圣最后一年的时候 师父说了 你现在功夫练成了 得出去施斩 干嘛 杀人 杀谁 杀 该杀之人 师父带着他到街市上 人来人往 拿手御神 说那个人犯了什么什么罪过 为什么该死 说完了 告上去吧 神不如鬼不脚 得把他杀了 他就把脑袋带回来 哎呀 这会儿 念尹娘已经学会了隐身术 走到跟前 你都发现不了 咔嚓一下子 直接没气 带着脑袋回来 拿药一洒 脑袋就化成一滩水了 这个故事 你可能也看过哈 陆顶记有这个 海大夫嘛 化石粉 咱们说念尹娘 十四五岁的小女孩 杀人 你说这个 就没有一点点 这个年龄女孩的善良吗 哎 有一回 师父交代他杀一个大官 说这个大官 害了很多的人 最大恶极 你把他杀了 脑袋带回来 去了很晚 才把人头拿回来 师父问他 怎么这么久啊 他说我躲在家房两个上 看他逗自个儿 家孩子玩 我怕呀 惊扰孩子 就没下手 师父说你这不对 下回再有这个 先杀孩子 断其所爱 再杀了他 姑娘点点头 说我知道了 师父又给了他 一件绝世的兵器 仰角匕首 我在你后脑勺上 打个洞 把这匕首藏在里边 伤不着你不说 他很隐蔽 头发一挡看不见 用的时候呢 扑甩出来 哎 就能使了 那后来咱们看电影里边 导演奇思妙想 这个匕首换成一个簪子 哎 这就唯美许多了 说到这儿呢 似乎就有眉目了 啊 聂尹娘是忍树的创始人 小兵器啊 小匕首 飞烟走壁 隐身 一袭黑衣 伸出鬼没 执行刺杀人 可这不就是 日本忍者那套吗 所以说聂尹娘是忍树创始人 这不为过 两口子听姑娘说完这话 下巴磕子差点掉了 好家伙 我姑娘成职业杀手 打这起 对姑娘有点害怕 哎 有这么一天 姑娘提出来了 想结婚 要嫁人 这很纳闷 说你看上谁呢 嗯 我谁家的公子 我都没敲上 我看上那个 磨镜子的小伙子 我觉着他挺好 老丑一愣 家门口常来一个 磨镜子的小伙子 古代的镜子是同的 同性 时间长了就花了 打磨抛光 小伙子是专门干这个 小手一人 两孩子年龄差不多 可是门不当户不对 而且磨镜子这小伙子 起毛不扬 小个不高 黑瘦黑瘦 这不行这个 你娘说就是她 非她不嫁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操办吧 给门女操办婚事 不敢大张旗鼓 就算是招一上门的女婿吧 婚礼办完了 有一所宅院 派几个仆人 伺候着 给点钱 小两可过日子 这个聂峰啊 一开始以为说这磨镜子了 这个女婿啊 得有什么能力 不然女儿凭什么吓她 没事就观察 也问那些仆人 古老有什么不样地儿 仆人说没有 早吃晚归出去给人磨镜子去 啊 再到后来 这个聂峰去世 这个魏伯节度使啊 找到了聂尹娘两口子 说干嘛呢 啊 就去了 节度使说 说你是聂峰的女儿 是我 这是你账户不错 他说呀 我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女刺客 这句话说完了 尹娘机灵一下 没跟别人说过 他怎么会知道呢 人家节度使很淡定 你别紧张 啊 这个你是一等一的人才 现在你爹没了 啊 我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很多事情 我也不可能不知道 你愿意不愿意到我的麾下 为我效力 当时各地的节度使 都有这个习惯 网络天下英才 岂能一世为自己所用 尤其这种刺客 最好用 你跟我证件不同 啊 或者要开战 事情做话之前 派人杀了你 把损失降到最小 短平快解决问题 话说的这份上呢 聂尹娘也就同意了 跟自己丈夫啊 就加入了 魏伯节度使的徽线 这就属于有了编制 到了县宗援和年间 魏伯节度使 派给聂尹娘一个任务 去刺杀 陈许节度使 刘昌毅 两名千日用兵一时啊 人家派了 派单咱得接单呢 跟自个儿丈夫奔陈许 这一路上 来到这个陈许节度使 城门这 看见一群鸟 跟着叽叽喳喳叫 他这个丈夫啊 就掏出弹弓来 一打一两打 没打着 宁娘说 你太笨了 你看我的 啪一下子 打下两只 旁边的官兵 那个头出了鼓掌 哎呦 您是宁娘啊 我家刘昌毅刘大人要见你们二位 说他怎么知道 我是来刺杀他的 这啥还成吗 管兵乐 说这个 我家大人能掐会算 算出你们要来了 啊 跟着走吧 见了刘昌毅 刘昌毅也没废话 说我跟你们说 韦伯节度使 密谋叛乱 你二人如果不尽快 棋案投明 将来怕是牵连在内 俩一琢磨 就跟谁混不是混呢 得了 就留在 刘昌毅这 这边魏伯那迟迟的 不见这俩人回去 一说这怎么回事 你打听了 好 叛变了 再派俩高手 继续刺杀刘昌毅 顺便把 聂尹娘夫妇做掉 派这俩高手 一个叫晶晶 一个叫空空 一消息传来 尹娘说 晶晶没问题 我能知道 空空 我不是对手 咱们呢 晋人事 听天命 头天晚上 晶晶来了 跟晶晶一打 外人看的 就是一红一白俩 反儿互相击打 打了几十回合 其中一个掉下来 伸手一触 晶晶一看 就是晶晶 拿化石粉 给晶晶化 拿土垫垫搓出去了 晶晶 这关过了 空空怎么办 这空空武艺高强 来物影去无踪 尹娘说 刘子仁 我有一个计 成就成 要不成 说明您气数尽 从怀里掏出 一块碧玉来 让刘昌义 垫在脖子上 自己变成 一只小虫子 钻进刘昌义 肚子里 暗中观察 半夜 刘昌义 也是心宽 跟着打呼噜 就像卡结果 叮光 刘昌义 行了 聂尹娘 从刘昌义 嘴里跳出来 恭喜男人 你没事 空空走了 说怎么回事啊 你摸呀 脖子上这块玉碎了 尹娘说 空空杀人呢 出手就一下 这一下奔你耿嗓咽喉 绝不出第二件 他这一件 扎玉上 玉碎了 就不能再出手 这是他的职业道德 可以说是很高傲的 这么一个杀手 有个成语叫 妙手空空 就是从这来的 聂尹娘用计策 保全了 刘昌义 一条命 大人很感激他 后来啊 回京城做官 也要带着他 可是聂尹娘说 我要跟师父 云游四方 你带着我的丈夫 给他谋个差事 我就谢谢你了 柳长义自然照办 自此之后 再也没有人见过 聂尹娘 江湖上只留下 这么一段传说 这个故事 诡异荒诞 很多事情 肯定是不合逻辑 但是呢 它符合唐朝的 社会背景 中唐以后 暗杀之风盛行 那一个 一个好好的女孩 在大时代的影响下 培养成了 暗杀的机器 所以咱们呢 也不用整天幻想 来当大侠 大侠也很苦恼啊 大侠也很无奈 大侠是不能有感情的 再厉害的大侠 在时代的洪流下 也就是一根红毛 随波逐流 倒不如 过好自个儿的生活 当自己的大侠 好 好